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是大年三十 首先呢 Frank要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新春愉快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这两句词 以及这首词的作者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 没错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那位我是人间惆怅客 知君何事泪纵横 短长生理 以平生的那位 冷处偏家 别有根牙 不是人间富贵花的 纳兰幸德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这两句词是出自 纳兰幸德的木兰花令 逆古诀诀 渐有 纳兰写这首词的时间 应该是在康熙二十四年的春天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 阴历五月三十日 纳兰离开了人间 所以这首词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写的一首词 那么此时的纳兰 当他写上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时候 他到底想见的是谁 他更希望他的生命停留在哪个站台 在他过去三十一年的生命中 曾经有过三个女人 在他的生命中停留 在他生命的不同里程 这三个女人也就成了他的三个客栈 在每一个客栈 纳兰都真心的爱过 真正的痛过 人生若只如初见 是希望自己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最初的美好 最初的感动之中 那么此时已是人生末年的纳兰 在他创作这句词的时候 他想到的是希望他的生命能够永远停留在哪一个客栈 是让他情窦初开的那位初恋 那位传说中的表妹 或者是给了他生命中最美的那段时光的 他的发妻卢氏 亦或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为他默默疗伤的那位财貌双全的 汉家女子神婉 纳兰到底是想在哪个站台 驻足停留 不忍离去呢 刚才说了 纳兰是在康熙24年也就是公元1685年的5月30日去世的 而八年前的这一天 他的妻子卢氏去世 他们二人不求同年生 但求同月同日死 怎么会这么巧 真的是巧合吗 或者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 又或者是纳兰刻意为之 以完成他与妻子的一种约定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聊纳兰姓德 聊聊纳兰的心事 传说中 纳兰姓德的初恋是他的表妹 或者是他的一位侍女 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大 两小无猜 又正值情斗初开的年龄 后来就暗生情愫 私定了终身 但是呢 天不随人愿 他的这位表妹或者是侍女 后来是被以绣女的身份 征召入宫 成了皇帝的女人 还有进一步的说法 是说这个女人 后来就是康熙皇帝的惠妃 惠妃就是后来生了皇长子印之 同时呢 又是抚养皇八子印四长大的那位王妃 曾经的四妃之首 不过这种说法 首先就被乾隆年间的一个叫萧氏的文人 给否定了 肖氏写了一本书叫永炫路 曾经这样记载 说叶赫纳拉市的纳兰明珠的妹妹 嫁入了皇宫 后来成了康熙的惠妃 那照这样说 惠妃就不是纳兰的表妹 而是纳兰的亲姑姑了 不过呢 也有一些史学人士不同意这种说法 根据官方资料 惠妃的父亲叫索尔河 而纳兰明珠的父亲叫尼亚哈 两个人是兄弟 所以惠妃就是纳兰明珠的唐姐或者是唐妹 而不是亲的姐弟或兄妹 后来啊 又经进一步考证 发现惠妃有可能和纳兰明珠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说惠妃的父亲叫索尔河 纳兰明珠的伯父也叫索尔河 但是呢 索尔河这本来就是一个满足中非常普遍的名字 就像现在很多人家的邻居都姓王一样 惠妃的父亲索尔河以前当过七品的司库 最多也不过是坐到了五品的郎中 而纳兰明珠的伯父索尔河 则是三等男加利布侍郎 那是一个纵三品的大员 而且啊 坐司库的索尔河是出身于乌拉纳拉市 而利布侍郎索尔河则是出自于耶和纳拉市 虽然说都是出自于纳拉市 但二者之间可能是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甚至远亲都排不上 纳拉市总共分为四只 除了耶和纳拉乌纳拉市以外 还有挥发纳拉和哈达纳拉 彼此之间大部分都没有血缘关系 彼此通婚都不会存在问题 惠妃出身于乌拉纳拉市 因为这是出自于爱心觉罗家的御蝶 所以说应该是可靠性相当高的 那么这么说来的话 惠妃跟明珠应该就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他既不可能是纳兰姓德的姑姑 也不可能是纳兰姓德的表妹 那么如果纳兰的初恋不是惠妃的话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被送进宫中的妃子 后来又寂寂无名呢 应该说这有可能 但是呢可能性不高 首先如果是纳兰家送出的女子的话 以纳兰家在朝中的势力 她是很难在宫中寂寞无名的 一定会有一个与她的家族势力相匹配的身份 再者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所谓的纳兰姓德的初恋 是被送入宫中的这个故事的出处 到底是在哪里 追根溯源 我们找到记载这个故事的那本书 叫《令物笔记》 是出版于光绪末年 作者姓吴 叫吴明氏 其中提到纳兰荣若倦一女 绝色也 有婚约 玄此女入宫顿成末路 纳兰荣若是日思夜想 还想再见自己的初恋女友一面 但无奈恭敬森严 再不得见 后来正赶上康熙的皇后薨事 纳兰就贿赂了一位喇嘛 穿上喇嘛的衣服 混入了皇宫 在皇宫中又见到了自己的初恋女友 但是呢 当时周围有人 两个人只能是四目相对 但无法交谈 情急之下 那位女子就拔下头上的金钗 以此敲击桥上的金属栏杆 向纳兰传递信息 因为这位女子以前和纳兰经常在一起 沿袭音律 所以她敲出的音符 只有纳兰能懂 她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异常的复杂 但归结起来只有两句话 就是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 意思呢 就是告诉纳兰 你回去吧 别再来了 如果你再来的话 那我们之间就不是故事 而是事故了 由此可见啊 摩斯密码实际上是在清朝康熙年间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并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这里呢 是跟大家开一个玩笑 只是想说明这个故事编的有点荒谬 皇宫内院尽未森严 纳兰怎么可能换一副马甲就能轻易进入呢 如果真的这样容易的话 那恐怕每天皇帝接待的刺客 比收到的快递还要多 而且啊 这部书是出版于光绪的末年 据纳兰时期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又别无旁证 而且说纳兰所钟爱女子入宫的传闻 并没有出现在康熙雍正乾隆道光朝的任何记载之中 而到了光绪末年才有了这个故事的出处 所以啊 基本可以认定 这不过就是一个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呢 倒是迎合了一些人的口味 所以呢 就得到了影视剧的大力的推广 慢慢的就好像真的是 虽然说纳兰的初恋可能并没有入宫成了皇帝的女人 但纳兰很有可能确实有一位初恋的女子 这从他所写的词中就能够看出来 比如说这首简自木兰花 相逢不语 相逢不语 一朵芙蓉着秋雨 小韵红朝 斜溜还心 指凤翘 待将低换 只为宁晴孔人献 欲塑幽还 转过回栏 扣欲拆 这首词呢 很可能就是纳兰用于描写他与他初恋女友相逢时的情景 最后的那句欲塑幽还 转过回栏 扣欲拆 就被那位无名氏先生发挥成了传递摩斯密码 不过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两个人分手了 又过了些日子 两个人又不期而遇 于是就有了这首《无梦令》 正是陆如金井 满彻落花红冷 末的一相逢 心事眼波难定 谁醒 谁醒 从此 电文灯影 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 水井周围的石板地上 落红无数 在那里我又一次碰到了眼神交汇之际谁又能懂我当时的心境呢 只有我知道在那眼神交汇之后不管我是独枕席上还是静坐灯下我的脑海中就都是你的影子 顺便说一下《无梦令》这个词牌的创调人是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旭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李清照写的那两首《无梦令》 长寄西亭日暮 沉睡不知归路 星尽晚回舟 雾露藕花深处 争度争度争度 惊起一滩欧鹿 还有一首呢 就是昨夜雨书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连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这两首词呢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并不是说他们都是如梦令 而是说在这两首词中 咱们的李大小姐都喝高了 有人说初恋本来就是用来怀念的 而之所以怀念是因为美丽 而之所以美丽是因为不可得 纳兰幸德是一位至情至性之人 他对他情感路上的每一次遇见 生命中的每一次邂逅 都是投注了最多的感情 当这段感情最终失去的时候 他自然也就会受伤一身 或者是悔之欲生 那么纳兰的初恋 是不是在人生若只如初见中 纳兰希望停留的一战呢 应该说有可能是 如果没有纳兰在以后又开始了一段感情的话 或许是因为初恋陷得太深 所以纳兰迎娶她的第一位正式夫人的时候 她已经二十岁 这对于一个世家子弟来说 绝对是晚婚了 她迎娶的这位女子姓卢 是当时梁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 这更像是一个政治婚姻 纳兰对这样的安排一定是很不满意 甚至她将她初恋的失败也归罪于这次婚姻 继而迁怒于她新娶的夫人卢氏 所以在新婚之后 她对卢氏异常的冷漠 她依然沉溺于失恋的痛苦之中 她写了很多词来怀念那位初恋的女子 而全然不顾她新婚妻子的感受 卢氏知道这些词中的女人并不是她 知道她的丈夫心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但卢氏并没有抱怨 也没有四处投诉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 她只是默默的将她丈夫写的诗稿收集起来 然后一边细心照料纳兰的日常起居 一边静静的等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纳兰的心中有了卢氏的影子 也许是她发现她的夫人竟然是如此的博学多才 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女子 也许是她发现她的夫人竟然如此的美丽 而且闲静优雅 也许是当她在庭外独立 她的妻子又默默的为她披上了一件长衫 然后悄悄的站在她的身旁 也许是有一天当她发现外面下着雨 她的夫人却跑到了池塘边 拿着两把伞 一把伞打给了自己 一把伞遮住了池塘中盛开的一朵病地恋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女人呢 此时的纳兰或许会有些后悔 后悔她发现自己身边的美丽为时太晚了 为此白白耽误了大把的时间 不过她坚信 卢氏将是与她厮守一生的爱人 她将用她的余生来弥补她以前的过错 这是纳兰幸德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秀踏闲时并吹红雨 刁兰取处同以邪阳 但天不随人愿 吝啬的上天只给了他们三年 对他们来说是极短极短的时间 三年以后卢氏产下一子 但因为难产几个月以后撒手人寰 这一天是公元1677年的5月30日 失去了卢氏 纳兰痛不欲生 他从心底里发出了这样的哀叹 一生一代一双人 争叫两处销魂 相思相忘不相亲 天为谁春 纳兰将卢氏的灵鹫停放在了双林产院 长达一年之久 虽然这已经严重违反了组制 纳兰只要一有时间 就会来到双林产院 陪伴她的夫人 在卢氏逝去后的某一个重阳节 纳兰在梦中又见到了她的夫人 在梦中卢氏肃服淡庄 抓住纳兰的手说了很多 但纳兰已经记不住了 只是记得临分手的时候 他的夫人对他淫了两句诗 闲恨愿为天上月 年年优得向狼园 醒来以后 纳兰清楚的记得这两句诗 但是他实在不明白 他的夫人从来不善于写诗 怎么这次会为他留下这两句诗呢 心有所感 纳兰就写下了这首 沁元春 瞬息浮生 薄命如丝 低回怎望 即袖踏闲时 并吹红雨 刁兰取处 同以斜阳 梦好难留 诗残莫序 赢得更深枯一场 仪容在 只灵镖一转 未许端详 纳兰擅长绘画 他希望凭记忆为他的夫人画一幅画像 但每次提起笔都心如刀割 他始终无法画出如是眉眼间的那幅温柔 泪叶却无声 只向从前悔薄情 屏障丹青重省时 盈盈一片伤心 话不成 在以后的八年时间里 纳兰不时的想起 他与夫人卢氏 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时光 谁念西风 独自良 萧萧黄叶 避书窗 沉思往事 立残阳 备酒莫经春睡重 赌书萧德 泼茶香 当时 指道是寻常 独立在西风中的纳兰 这时候已经没有人 再为他披上一件长衫 担心他会不会着凉 纳兰关上了宣窗 此时四周陷入一片的静意 他独立在残阳之中 想起了过去的那些岁月 在春天的午后 他与夫人卢氏在一起对饮 纳兰喝醉了 沉沉的睡去 他的夫人 捏手捏脚的从他身边走过 怕惊醒了他的美梦 他和卢氏曾经在一起 像李清赵与赵明成那样赌书 就是随便说出一句话 然后看谁能先猜出 这句话出自哪本经书 甚至于出自哪一页 谁赢了谁就能喝口茶 看着自己丈夫沮丧的样子 李清赵乐不可知 杯中的茶水竟然都溢了出来 满时飘荡着一股茶香 这些现在看起来如此美好的事情 但当时来说只当是寻常之事 觉得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今后的每天也还会发生 但谁又知道已经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有些事错过了就是永远 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恍惚间 纳兰似乎又见到了卢氏 枕寒香 花静露 一约相逢 续雨黄昏后 时节不含人并酒 产地梨花 彻夜东风寿 眼银平 垂翠袖 何处吹枭 夜夜情微豆 长段月鸣红豆寇 月似当时 人似当时否 人生若只如初见 那么在纳兰的心目中 他希望自己生命永远驻足的这一站 是在卢氏这里吗 我想应该是的 对于卢氏 纳兰心中一直是心怀愧疚 他希望时光能够重来 让他在第一次见到卢氏的时候 就能发现他的美好 这样纳兰就不会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毕竟他们总共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三年 或许早一点发现卢氏的美好 或许卢氏早一点怀孕生子 就能够避开以后的命运 最后一个走进纳兰生命中的女性叫沈婉 她是一位江南的才女 她是纳兰通过她的好友顾真观介绍认识的 两人见面以后 沈婉倾慕于纳兰的才华 和她身上独特的气质 深深的爱上了纳兰 而纳兰的心早已经被卢氏牢牢的占据 她对沈婉的感情非常的复杂 里面包含着很多的爱惜欣赏 甚至还有一点点愧疚 但无论如何 沈婉都是在卢氏去世以后 唯一能够给纳兰带来欢乐的人 纳兰将沈婉带回了京城 因为沈婉是汉人 而且又是戈基的身份 与纳兰的世家公子是门不当户不对 两个人的婚姻是不能够被承认的 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满汉不能通婚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那纳兰和卢氏怎么能够结婚呢 其实啊 所谓的满汉不能通婚 这不过是一个大家通常这么说 准确的说法应该叫齐民不婚 就是在齐的人与一般的老百姓不能通婚 卢氏虽然是汉人 但是他是在齐的 就跟雍正所宠爱的年妃一样 也都是在齐的 所以齐内的男女通婚是没有问题的 而沈婉是一个纯粹的汉人 也并不在齐 自然按当时的习俗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是不被允许的 作为纳兰的外室 纳兰将他安置在了德胜门外的一所房子中 纳兰每次工作完毕 就会到这所宅院中和沈婉一起吟师作对 对于纳兰来说 沈婉更像是他的一位红颜知己 在他面前他可以袒露自己的心计 也能够得到暂时的轻松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总共就不到半年 半年以后有人说是沈婉自己主动离开了纳兰 也有人说不对 是纳兰永远的离开了沈婉 这一年就是公元1685年 在这一年的5月30日 恰好就是卢氏去世的八周年的忌日 纳兰在这一天离开了人世 按史书记载 纳兰是得了寒疾不汉而亡 纳兰身有寒疾 这是无容置疑的 这种病在他以前就曾经多次的发作过 为此还让他错失了一次电视的机会 所以纳兰死于寒疾死于疾病 这一点应该是无庐置疑的 但为什么偏偏是在5月30日 他妻子卢氏的忌日当天 这就让人觉得太凑巧了 往年每一年的5月30日 纳兰都要为他的王妻写道王词 但唯独在这一年他没有 不久以前还和纳兰一起主持诗酒会的 他的好友梁佩兰得知纳兰的死去以后是惊愕不已 他在他的记文中这样写道 颠倒在床 史忧狐疑 少焉而信 已然俨然 天不可问 他完全无法相信纳兰竟然走得如此的突然 只能说天不可问 在纳兰去世的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前 纳兰的好友严绳村离开京城 临别之际纳兰为他写了两首诗 其中有这样几句 君去明年金夜月 清光游照 故人无 这几句诗听起来非常的不详 已经不像是送别 更像是决别了 其中提到的白羊被人称为木树 常常与死亡 晚连联系在一起 而在这首诗中却说到 便是重来寻旧处 萧萧日暮 白羊风 纳兰似乎想告诉他的好友 等你再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了 而另外一句说的则更为直白 君去明年金月夜 清光游照 故人无 那更是直白的告诉他的好友 明年金夜 我将不再人世 或许是因为纳兰已经知道 他自己已经是病入膏肓 将不久于人世 所以他才对他的朋友这样说 但他不可能知道 他将在何日离开这个人世 除非是纳兰自己 选择了那一天 在纳兰的心中 也许一直有着一个 对他妻子默默发下的誓言 不求同日生 但求同日死 所以考虑到纳兰当时的身体状况 以及他本人的性情 纳兰在5月30日这天 主动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这是纳兰最后一次 用他的生命为他的王妻 写了最后一首 道王词 沈婉离开纳兰的时候 已经怀有了纳兰的遗父子 后来生下后 取名纳兰福森 纳兰福森后来回到了纳兰明珠的府中 而沈婉则独自一人 回到了他熟悉的南方 再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有人说他后来是终身以至茶为业 还有人说他嫁给了一个富商 婚后不久一遇而死 人生若只如初见钟 纳兰希望停泊的港口 很明显不是在神晚那里 辛苦最连天上月 一夕成桓 兮兮都成绝 自1685年的那年春天以后 纳兰再也不用担心 月缺如绝了 自那以后 他就能与他的夫人卢氏永远的在一起 秀踏闲时 并吹红雨 刁兰曲处 同以邪阳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c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